我喜歡別人誤解我硬朗 因為我覺得硬朗其實挺有型 經常被人誤會了我是很強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不需要連識我 有誰想經常被人攻擊 我從來都沒有刻意討好大家 所以想你多點喜歡我 當然你不小心喜歡我 我是很歡迎 但是一件事的美麗 就是在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 甚至不喜歡你都是他的解讀 麥俊龍是 大家其實經常誤解他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溫暖的隊友 他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其實他是很細心的 無論說話還是日常舉止 他是很溫柔的人 張藝聰也是出名的搞笑 我都真的最欣賞他是搞笑 但是他是令到你覺得 這個世界是很美好 他經常用一個好的角度 令到你就算有時遇到慘的事 或者不好的事 在他口中說完出來 好像是一件好事 當然希望用音樂去觸動到大家 當然希望用音樂去觸動到大家 我覺得很差的人才用口咬你 有口才的人是很吸引的 但是如果我不說話 我只是為你唱一首歌 你都敗福 厲害了 其實《寂寞》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很強大的女人的主題曲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懂得自處 獨處 和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自處的能力 自處的時候 我覺得很自在 覺得一個人都是很美麗的事 懂得享受這件事 其實是很強大的